國防部2024年開始恢復義務役的一年期 而首帝的670名義男將在1月25號入伍 接受8週的入伍訓以及44週的部隊訓 陸軍參謀長陳建議提到 將實施期末検測技補訓作法 他表示義男在入伍訓練第8週 實施為期5天期末検測 針對入伍訓練各階段訓練重要課程 區分體能戰績、步槍鑑定射擊 以及三天兩夜綜合戰鬥教練等 三大類實施検測與評鑑 以驗證義男訓練成效 而陳建議也指出 検測總評不合格的義男 將實施一週流訓 針對不合格項目實施輔訓與補測 而今補測後總評估人不合格者 則不合發專長證書 並不得知領一萬八百元的專業家籍 劉訓中沒合格 義男人要依照抽籤到的單位報導 接訓單位會在每個月一期不合格的項目 實施補測跟簽證 合格後才能領專業家籍 在這次大選當中被列為民進黨部分區立委提名人的王毅川 昨天在節目上是公開了一封年輕人寫的信 內容是提到說賴政府必須要做到兩件事 分別就是要解決年輕人的困境 還有與民眾溝通 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四年後如果他要再選 恐怕會兵敗如山倒 信中年輕人自稱 他沒有想要一夜致富 也不會去當車手 但是通膨就是存在 騎車上班會被檢舉租房子貴 生小孩要很多錢 所以不敢生 然後爸媽的退休金不夠 子女還要付錢 王毅川認為 這些問題都存在 政府卻一直在講 總經濟以及GDP成長多少 全世界第幾名 全民都有發到6000元等等 但這些對年輕人來說非常無感 王毅川說 第二件事情是怎麼跟年輕人溝通政策是關鍵 傳統方法是召開記者會 但通常點閱率不好 現在年輕人習慣看直播 如果接下來賴清德領導的行政團隊 沒有這種準備 老商拿一些數字出來唬人 到最後還是會失去很多 年輕人的選票 2024總統大選才剛剛落幕 昨天我們的邦交國諾魯 卻宣布與我國斷交 並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此外交部昨天召開記者會說明 痛斥諾魯在2023年時態度就非常的反覆 向我們台灣索取巨額的經濟援助 而且還拿去跟中國比價 另外外交部也嚴厲譴責 中國對台灣的強權霸凌 民進黨的賴清德才剛當選總統 五國邦交國諾魯 昨天卻突然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 總統府定調這是對民主價值的報復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中光也召開記者會 痛批中國打壓 中國歷年來處心機率謀奪我的邦交國 與諾魯政府建交談判早已展開 並且特別選在我國依據民主程序完成大選後的關鍵時刻啟動 其意圖即在打擊台灣人民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 赤裸裸的向世界展現共產極權的本質 我國政府在此對極權中國對民主台灣的強權霸凌 以及其傲慢碾壓自由民主的作為予以最嚴厲的 譴責 田中光表示2023年時就已經掌握情資 指中國在接觸諾魯的政要 諾魯的前總統當時態度也反復搖擺 新政府上任一度回穩 但卻又向我國索取巨額經濟援助 還和中國比價而我們也才剛完成大選 諾魯卻突然斷交 在我們宣布當選後諾魯的次長 以及總統府的秘書長已經自賀了 已經自賀了 當然那時候我覺得可能是一種煙霧彈 田中光說正在幫教國 挖地馬拉訪問的外交部長吳兆燮 得知消息之後也相當生氣 因為他在諾魯花了很多心思 在如今我國選舉剛結束的敏感時刻 邦教國居然又減一剩下十二個 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禪痛批 北京當局在台灣完成大選的此刻 進行外交打壓 是對國際穩定秩序的功能挑戰 諾魯宣布與台灣斷交 時間點就正好在台灣大選的兩天後 就遭到質疑背後是否有北京的身影 而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尼也做出了說明 腦魯作為主權獨立國家 宣布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同台灣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係 願同中國恢復外交關係 中方對腦魯政府決定表示讚賞和歡迎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腦魯政府決定同中國復交 再次充分說明 一個中國原則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諾魯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消息傳開後 大陸最大的門戶網站百度套論度瞬間等頂 進入熱搜第一 同時微博熱搜也在十分鐘內 從第十九衝至第一 關鍵字閱讀量超過250萬人次 排行第五的則是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在訪問非洲期間強調的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過去不是 今後更不是 而此外 大陸各媒體及新華盛等央媒 也先後以外電消息推波 引起外界關注 而習近平在16號黨刊求是發表書名 文章就指出他反對台獨分裂行進 而推進祖國完全統一 大陸國安部也發文以反分裂國家法 歷見高旋為題 對海峽歧視做出了示警 而再次強調三情況得採取非和平的手段 來捍衛領土的完整 賴清德剛拿下2024總統大選勝利 有幫國諾魯 這天就和我國斷交 投入中共的懷抱 總統不定調這是對民主價值的報復 緊接著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今天在黨刊求是發表了一篇文章 強調發展壯大台灣愛國統一的力量 反對台獨分裂行進 推進祖國完全統一 而大陸國安部今天的文章更翻出 反分裂國家法 威脅說可以依法武統台灣 因為第五條提出 雖然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 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但保留以非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有關規定 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 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絕非台灣同胞 如果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中共可依第八條規定 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對岸不僅文攻 昨今兩天也派出解放軍武嚇台灣 根據國防部最新即時軍事動態 從昨天上午六點到今天上午六點為止 徵禍15架共機和三艘共艦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另外還有一顆空飄氣球 國軍陣嚴密監控及應對處理 而總統大選剛落幕就傳出了斷交的消息 而國民黨前副總統參選人 趙少康就表示遺憾 對於北京當局在賴清德當選之後 打壓中華民國外交的空間 他完全不能認同 比雲吟譴責 趙少康直言 中共已經一再警告 台獨當選會有麻煩 最後可能是戰爭 但至少40%的選民聽信民進黨不予理會 台灣選體只有一起承受 相信我 依我對形勢的判斷 這只是開始 還會有更糟糕的 義和團最後的結果 希望不會落在我們身上 而標榜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賴清德以雙少數當選總統 趙少康要鄭重提醒賴清德 未來承擔的台灣外交 兩岸高危險期 治國不能光靠口號 要有能力應對危機 而凍結台獨黨綱 是賴清德拆除兩岸 外交危險隱性的第一步 那其實這並不是 諾魯第一次和我國斷交 在2002年時 諾魯就曾經因為中共 利誘和我國斷交 不過後來因為中共的承諾的援助 大多是沒有落實 所以在2005年時和我國復交 沒有想到如今又再度 因為中共介入 再次和我國斷交 諾魯昨天宣布和台灣斷交 改和中國建交 其實諾魯不是第一次這麼幹了 2002年諾魯就在 中國的重力誘惑之下 和我國斷交 後來因為中共承諾的援助 多位落實 2005年回頭和我國建交 如今又因為中共介入 再次與我國斷交 不僅震動台灣政壇 還有網友在PTT發文詢問 諾魯有什麼特色嗎 引發網友熱議 實際打開外交部官網介紹 可以看到諾魯當地物價 比台北貴10倍 而且許多人民還無邪可穿 對比政府向外索討 巨額經濟援助似乎顯得格外諷刺 事實上諾魯過去曾靠著開採零礦 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然而在零礦枯竭後 收入嚴重下降 導致諾魯在21世祭出幾乎破產 被譽為太平洋上的可維特 後來諾魯一度試圖成為全球洗錢避稅的天堂 希望藉此賺取外匯 但受到各國的批評之後而停止 到2015年諾魯大多數的外匯 是來自接收世界各地 希望前往澳洲定居的難民 而近年來隨著尋求庇護的政治難民逐漸減少 諾魯試著開發其他資源 並尋找替代收入 這次諾魯改和中國建交具體條件還未公布 是否讓諾魯居民過上好日子 有待時間驗證